時間扣除 時間再停 請快速給部長答案 針對有關於基金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要求學校要釐清 假如是用學校校名 來灌基金會的名稱的話 一定要去釐清 假如他設在學校內 而且是用學校的主管當董事長 這一定要去做個更名 反正不是用校名的就沒有關係 因為不是用校名的 因為他是依照財團法人 人民團體法的一個去設立 我們這部是沒有權責去予以解散 但是我們會要求他的 一個財務區分一定要跟 學校分得很清楚 而且能夠由學校接的 一些計劃案不可以透過這個 基金會 你們有管理嗎 你們可以知道他講真的還假的嗎 他報仗報的是一個仗還是兩仗 我告訴部長為什麼我今天會提出 這樣一個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就是有 因為有研究生您檢舉到我這邊來了 這研究生的召集是什麼 他怕這個老師 因為老師接到研究案都要繳交 11.5百分比的管理費給基金會 基金會一年的管理費用可高達一億兩千多萬 這是不是需要小金庫呢 是不是大學的秘藏呢 到底有沒有違反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難怪大學研究案要福報虛報亂和銷嘛 到底哪些基金會 你今天可不可以告訴我 哪幾個基金會按照規定公布了 是不是 而且公布帳到底哪個帳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想基金會 你有在公開網站或外部 你們現在社交師在管這個事情對不對 是不是社交師 社交師是一般的這個基金會 財產法人基金會 那這個誰在管 社交師 對嘛社交師在管 沒材料啦 社交師沒材料管這個 不要在這邊跟我講的真正有事 像今天一樣的 沒有材料 但是你小心 人家告創告到這邊來 要不要一樣樣去查 你不要說透明話受監督不可能 我告訴你 這邊我不要一個需要念出來 透過教育部要資料 沒有資料 他連資料都不要給你了 根本不理你 是不是完全不理你 你怎麼辦 我我以後我還會繼續追問的 我只告訴楊明 我只要告訴楊明這個 那個副議員 就是要副議員一句話 今天給了你們20億 我講最後30秒 給了20億 從你們當初要的60億 殺到60億 殺到20億 給你在宜蘭辦那個 副這個 是叫什麼 楊明醫學院副屬醫院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了校長 中國醫藥學院 在台南市 標了一個醫院 標了醫院是BOT的方式 標的 標了醫院 40億喔 40億喔 多少床 1850王 1850床 你今天楊大副一 國家給你20億 你值400床 400床 20億 人家1850床 40億 國家不必付一毛錢 BOT的案子 今天你的案子過了 到現在為止計劃都沒有 修正計劃都沒有 送該給我們審查 到底確定不確定 我們認為全確定了 計劃沒有送上來 部長 從此以後你要負擔 這所醫院的 所有的人時費用 全部都要你負擔 而且以後不曉得 還會不會追加預算 我覺得我給部長 一個參考資料 人家1850床 人家40億 今天我們20億 400床 你好好去管理吧 謝謝 謝謝 請回